為了要好切 我們就會把它疊起來 在疊的這個步驟 其實也是非常需要細心的一個作業 在疊的時候 他們會把蕎麥粉撒很多在上面 讓它的空氣可以進去 然後再用菜刀 他們的切面刀 把它切成每一條都是一樣粗的 如果說它的粗細不一樣的話 在煮的時候 火候就不好控制 現在 粗細不一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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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粗細不一樣 切面的方式有兩種 像我們影片裡面 就是 影片裡面 它是用手去壓 然後這邊師傅 它是用這個 然後 壓麵板 去把它壓住 來切 當然這個作業 也是非常需要經驗 今天 帶著吃的 落油 結束 所以 其實我們在這輛的 面部部分 是 封面的 切片 而且是要來切成的 所以 當時 它的砂糖 也有很多 也不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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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會有四種的海螃蟹 合作了一點點 但是碎是วย盡的 所以會有四種的海螃蟹 便宜羊 有四種海螃蟹 要是有四種海螃蟹 好喝 代表結晶了 好看 再跟風裡很漂亮 吃了 我們剛剛都有先試吃到蕎麥麵了 我們想要請問一下大家覺得 這個蕎麥麵的味道怎麼樣 腳筋很好 它的很用心 而且吃起來 它的水跟這個麵結合得很融洽 也不會太軟也不會太膩 非常好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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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 非常謝謝 現在 蕎麥麵 現在全部的蕎麥麵 已經結束了 所以 如果大家可以拍拖 現在已經切完了 讓大家給師傅一個掌聲 等一下結束之後呢